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们也正好拉过来一车钢筋 老者这一次是要建一栋两层的楼房 这在当地游牧地区的自建房中应该比较少见 幸好老者自己就是建筑高手 有多年建筑经验 所以从建筑材料到建造过程 他应该都了如指掌 这样也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前几天很多违建的房子都被拆除了 但愿老者的新房子是合法合规的 因为这一栋楼房的建设 可以说是掏空了老者的所有积蓄 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工人们把钢筋都卸下来后 老者女儿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茶水 这里的工人也很幸福 雇主把他们照顾得很周到 工作一会就要休息一会 一会停下来喝点茶水 一会停下来吃点水果 一上午估计满打满算能工作个三小时 也许他们本来生活节奏就慢 做事都是不慌不忙 不敢供气 而且优秀的建筑工人数量有限 他们有时候到这个工地干活 有时候又跑去别的工地干活 所以老者的房子也是经常建一天停一天 要是按照这种进步 等房子竣工估计要好几个月了 短暂歇歇了一会 工人们又投入了工作中 而老者此刻多么希望 康克过来帮忙 老者今天也是没有想到 康克会主动打电话过来 其实本来老者今天是不想来干的 担心会大雨倾盆 可没想到 下了一会天就转情了 闲着也是闲着 老者就联系了工人 来到工地继续建造 争取在冬季来临之前 把这套二层楼房建造完成 老者和阿祖法一样的心情 争取在冬季之前建好 把老院让给康特和妈妈住 可老者还不知道 康特昨天已经租了一间大房子 而且那个房子还是康特从小长大的地方 康特今天上午过来 可能也是想把这件事分享给老者 但是没等到老者 康特就去寻找妻子去了 说实话 这个工地暂时也没有多少活 康特今天就算来了 也基本上就在这里陪着老者喝喝茶 可能等开始堆墙面的时候才需要帮忙 现在基本上就是把切割好的钢筋 递给工人们 由工人将这些钢筋固定在上面 像这种很细的钢筋 也没有多么沉重 老者一个人输送足够了 好心的老者 辛苦了大半辈子 终于舍得建造一间豪华的两层楼房了 等房子建造好了 老者也可以好好享受一下 年轻的时候吃了很多苦 人到中年 又帮助了很多人 在老年来临之前 也确实该准备犒劳一下自己了 到时候在一楼 开家超市 妇女两人也不想着大富大贵 只求平平淡淡 一家超市足够养活老者和女儿 还有外孙的正常开销了 而且在这个极度贫困的山村里 就连餐馆都没两家 更没有什么游乐区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大花销 顶多就是在吃喝这方面多花点 时间转眼来到了晚上 康特这边找了很久 还是没有打听到妻子的下落 康特今天决定不找了 打道恢复 经过一段时间行驶 康特返回到了从小长大的地方 只不过啊 这个大房间里没有了妈妈 也没有了父亲 更没有妻子和孩子 只有康特自己一个人 康特很怀念以前儿时的生活 那个时候 康特无忧无虑 想吃什么小零食 奶奶还有妈妈 都会领着他到就近的超市里去购买 尤其是妈妈 对康特非常的疼爱 不让康特受到一丁点伤害 母子两人的关系 非常牢靠 可现在康特和妈妈到了形同陌路的境地 中间甚至母子发生激烈的争吵还动了手 康特也想过 这究竟是为什么 好端端的一个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康特来到洗澡间 洗了一个热水澡 把一身疲惫都通通洗掉 然后好好睡一觉 现在康特最幸福的时刻 那就是在睡梦中 因为只有睡着了 康特才能梦到开心的事情 尽管康特现在很苦难 也很无助 但他还是会选择继续找下去 他不想失去阿祖法母女 更不想失去自己的亲生孩子 视频看到这里 那么大家觉得 康特能否顺利在阿祖法府中孩子出生之前 找到他们吗